我们是在4月8号向全市的退役军人 发出了这个社区应急志愿者的招募公告 截止到昨天 我们市区两级报名的退役军人 一共是9024人 我们紧急编组成57支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 在各区就地开展 各类的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核酸检测 物资搬运 环境消杀等等志愿服务的工作 同时考虑到一线医疗队伍急需增援力量 我们又特意针对退役军人中 有医护背景的同志 又发出了招募公告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这个紧急集结 而且是做好了各项前期的准备工作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是向杨浦 洪口 静安等七个区 选派了11支的 以医护人员为主的 退役军人的志愿服务队伍 这里面呢 有不少是参与过 包括抗击非典 汶川地震 援恶抗疫的人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